10亿元 这以后一年整个经济大幅的衰退 出口减退了40% 那内息的话全部都完蛋掉了 那后来有一些朋友就叫个连天 他们说他们生活有问题有困难 说问我要不要买土地 那我说那红低嘛就买进嘛 好 市民剩下10亿高居立委帮首 民进党立委陈廷飞就非常感慨了 最新的财产申报陈廷飞 无论在土地建物汽车存款 还是股票的挂零还有负债呢 陈廷飞笑说他可能嫁不出去了哦 一身黑色套装 民进党立委陈廷飞出现 总是光鲜亮丽现身 但时间查并公布财产申报 不论是土地建物汽车存款 还是股票全部挂蛋 不但没有存款 甚至还有一笔135万的信用贷款债务 贷款是从议员到立委就一直都有了 所以我明代在申报的时候 每次申报我就觉得很快乐 因为我写的最少 我原这么漂亮要找一个金龟序 本来是还有这个机会啦 但是被你们拍了素颜之后呢 现在又让他知道 我是穷光蛋一个 可能大家都吓跑了 517跨夜镜做素颜 陈廷飞至少嫁不出去 现在身价扑框 单身的陈廷飞恐怕身价在底 陈廷飞荷包空空 立法院长王金平则是荷包缩水 王金平在高雄县拥有7笔土地 2笔建物 存款614万 事业投资510万 并信托了37笔土地 与上次相比 存款增加88万 股票总额增加4万 但事业投资减少了1800万 那是个人底下的问题 股票 当然有一些建计出错 立委财产曝光 有人负债 有人却身价上益 恐怕立委要感叹 北边都是立委 身价那也 差价嘴 三里新闻综合报导